最近有很多不同品牌突然推出黑膠盤 令到有些朋友對這個已經勾了的媒體提起興趣 不過始終會覺得玩黑膠會不會很複雜 是的,黑膠的步驟可能會比CD多 但黑膠是絕對很輕鬆輕易地超越了CD的音質 所以我今天很簡單地介紹一下黑膠的播放流程 令到你認識了之後考慮墮入黑膠的圈套 聽黑膠首先一定要有一個黑膠盤 黑膠盤是負責轉動黑膠的 轉動黑膠的時候需要有這個叫唱頭 唱頭上面有一支唱針 唱針是讀黑膠上的資訊 然後經過一支唱臂到後面 後面會有一條線 將Analog的訊息經過那條線輸出去 好,剛才黑膠的訊息經過這條叫做Phono Cable 來到這個叫Phono M Phono M就將這個訊息放大 然後再接駁我們現在用的可能是前級 又或者是合併機 其實補好剛才那些東西 你已經可以開始播黑膠盤 但你要注意 究竟你那隻碟是33轉還是45轉 普遍市面上是有兩種轉速的碟 那你那個盤 可能好像我這樣有一個叫Speed Box 可以調校33或45轉速 又或者有些盤是沒有Speed Box 它只能夠調校那條橡筋來轉速度 但我這個可以用按一個按鈕 就可以轉那個轉速 那我現在已經可以開始播了 即是黑膠已經在轉 我們這個時候只需要把那個唱頭 移到它的碟邊 然後在後面 慢慢把它降到那隻碟上面 唱針一接觸了那隻碟就會有聲 到你想不聽的時候 你只需要把唱頭升高 離開黑膠碟 那便停了 然後你按熄唱盤便完成了 剛剛是很皮毛地示範了播放黑膠的操作 我希望大家可以有時間有興趣的去了解一下 我猜很多店鋪會賣黑膠或者黑膠盤的 都會很樂意地示範給大家看 不用怕 不用亂 不要放棄 因為呢 你聽了黑膠之後 你是發覺 嘩 所謂的音色 動態等等 是去了另外一個層次 你會對音樂 或者音樂播放這件事 是有另外一個體驗的 好 又見到這個Patrick Chu 你們好 晚睡 Dianca在台上多謝你 在TVB那裏 他不多謝我 我又沒有收他的錢 又做這麼多事情 他又不多謝我 我也沒有收他的錢 幫我抽他用 不是啦 你有用抽我沒有用抽 你下次叫他 我不管 你是新城一定有得上台的啦 總之他上台要多謝我 我不管 不然我以後不提他 唱多些好歌吧 關我什麼事 剛才呢 有些明眼人已經看到了 我示範這個33轉和45轉的時候 都是用 胡林這隻 Just Stand Up Once More 然後呢 就會有個疑問啦 咦 就是為什麼有人沒有關電話呢 這個疑問就是 我說到哪裡 沒錯 就是33和45轉 街那裏明明只有 33轉買的 為什麼我手上會有45轉的呢 那就要問你了 為什麼會有45轉呢 有引咯 哈哈哈哈 什麼 有引到就有咯 大哥做過一個Master的咯 是 有引到就有咯 那你當搭了 那你有多少隻啊 你究竟印了多少隻 印了很多隻 是 那街上有多少隻賣的 不是 250隻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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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50隻賣的 那哪裡有得買啊 你真不知道 只是給Fan Club跟你而已 是啊 他的答案就是 認識別人才有得買 那你認識誰呢 一 你認識胡林 就是你加入Fan Club 他那個Fran Club 不是Fans Club 是Fran Club 你加入去呢 就可以買到45轉 我現在是幫他手 踢人入會 那個會不關我的事 我亦都不是會員 不是什麼執位 不是成 你如果入 現在加入 胡林的歌迷會 就可以用這個 筍價 叫825元 就可以買到45轉 好啦 但是如果你 我說到這樣 你都是要不入的 你根本不喜歡他的 但是你都要買這隻碟 那你就跟我買 你就 在Facebook Inbox我 我的價錢呢 950元 我在你面前說的 我賣950元 這隻碟 我賺950元 你賺1000元 我貼50元給你 OK OK 不要說啦 講音樂就好啦 講音樂 不如你夠不夠膽 跟大家說45轉 和33轉的聲音分別 夠膽 你夠膽講嗎 你講吧 其實呢 我昨晚才回來香港 是 耍耍耍耍耍耳朵 耳朵不要清醒 嗯 45轉 一向都聽開 33轉就聽 嗯 其實33轉那張是180個gram的 嗯 45轉那張是200個gram的 你可以解釋180個gram是什麼意思 那個重量 就是那隻碟本身就是180個gram 黑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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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現在講 講物料來講 還有製作來講 基本上是認真過以前 大量製造的 的材料 質量 質素 因為我們是用 所謂 Virgin vinyl 那些黑膠本身的材料 是第一次用的 是不會再重新製造的 不會再重新製造的 即是你認為現在做的黑膠的材料 應該比以前的黑膠的材料 是 技術是一樣的 問題就是 整個製作過程的錄音 來分別而已 那 那 而45轉呢 因為它的 密數高了 速度高了 嗯 那我們用到200個gram 即是 市面上差不多 是 the top 的了 剛才說過因為 速度快了 它讀的data 就多了 是 那 有220個的 我聽過 有220個gram 但是 製作者跟我說 220和200 真的很近 那 可以說它是205 或者210 它都是屬於200的了 那 所以是這樣的 因為它的速度不同 對 找個電子綁請你一碟 看看是否騙程 有的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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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速度不同 那個information 不同了 那個data不同了 還有 因為我們都要做兩個master 一個33轉 一個speed 另外一個是45轉 兩個master 是的 兩個master 那它 information 不同之餘 因為厚度 對壓跌 壓下去的時候 它的leverage 不同了 所以 是有分別 那當然 再另外一件事 我們那個唱盤 通常沒有說 只是 45轉唱盤 通常是 33和45 是 或者有些盤 只有33 沒有40 嗯 這個是很挑戰性的 因為那個speed 那個速度 那個準確性 是可以是很挑剔的 那各位用盤的時候 如果你自己發覺自己的盤 用45 不是很準確的時候 你就知道 是轉盤的時候 那麼 那 換盤 是你的意思 換盤或者修理 修理 你剛才說的 轉盤不是很穩定 你就轉盤壓 人家 你吃了個字 人家不明白 就是換另一個盤 可能要考慮 是啊 但是那個 因為以上質素 是影響到 聆聽那件事的 那 45轉那個dynamic 動態和延長感 是很重的 那個溫潤感 是多於33轉 多 不是 它準確不是多 33轉 那個 好像有少少 compress 壓縮 那些東西 是會窄了少少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是不是說得太多 不是 我想幫你 說個ending 但是你說完 這少少少 可以玩 另外可以找回 一些舊的45 single 的碟去聽 譬如說 就是一隻碟 一隻歌 譬如說 你買回舊的animal 我突然想起 animal 有一首歌 大家都聽到很多 叫house of the rising sun 那 33轉的house of rising sun 還有你現在可以買到 45轉 單曲 single 有嗎 有的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你就會聽到 比較 一首歌 一首歌 33轉和45轉 很大分別 因為它整張碟 我不知道小碟是六吋 七吋 一首歌 它真的 groove 是多很多 但是你可不可以 哄回買了33轉的朋友 因為 在街上賣了 這樣說 因為市面上 97% 98% 都是33轉 你根本沒聽過45轉 嗯 嗯 即是不比較沒事 你不比較 不是同一時間 聽一隻33 一隻45 是沒事的 這樣說吧 你不如我再坦白一點 33轉好 那CD好多 好 好嗎 好嗎 到你和我買回廣告 哦 嗯 我剛剛給你聽過 我下面這個師傅牌的耳放 怎樣 好肉酸 是 哈哈 哈哈 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是這樣 手榴彈的 咬一咬這條東西 然後就釘去爆 還有這條 橡筋 這條橡筋 我覺得 嗯 以你的art sense 紐約和我想一下 怎樣搞 這個可以玩 可能我最後用 鹹水草摘 我自己就沒有用 自己也沒有買 暫時不會買 但是今天 師傅給了幾件 哎呀 不可以的 不可以拿那個出來 哦 OK 比較了幾樣東西 有品牌的東西 漂亮 以他這樣的內容 出來 這麼醜樣 我又不可以說 他可以取代了其他medium的東西 但是 是 這樣說吧 不是說讚他 這件事 這個Digital medium 我覺得是很超值 很超值 很超值 他代替不了其他的媒體 但是本身是很超值 嗯 講老實話 這是我第一次聽的 really impressed 那就是 我沒有的 我自己 好像我逼你說 你剛才說話很流暢 你現在突然間吞吞吐套 我真的很驚訝 不是 我要研究一下為什麼 因為他加起來 那個價錢 是 幾張黑膠 是 說完了 好 賣完講過了 底下那個師傅牌 以放千多元 但是還是未有得賣的 不好意思 45轉的黑膠碟有得賣 底下這個未有得賣 有得賣 我再跟大家說 到時候我會一副 好 我們吃飯了 OK 拜拜 拜拜 拜拜